我们细心的网友也发现了 奔跑者的这个步态呢 总是这个双腿跟着这个上身走 就是追的这个上身 而且呢身体啊总是往前够 越走越急越走越快 往前就扑倒了 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也有网友就说他自己的奶奶 就是这种奔跑者步态 这个步子不大 但是呢速度特别的快 那是不是这种步态就有可能是帕金森呢 从你们描述的这个步态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小步并不大 但是走的呢刚开始可能并不快 但是走着走着就发现他跑起来了 他就搂不住了 然后就开始往前冲 我们讲叫小碎步往前冲 那么可能当他想要停止的时候呢 他也很困难 他也停不住 那我们把这种步态很形象的 就称为前冲步态 或者叫慌张步态 那么这种步态就非常常见于的 就是帕金森的这样的病人 他为什么是越走越急 甚至都要跑起来这个感觉 他是什么样的逻辑 其实简单点讲 我们说帕金森病是一种叫椎体外系疾病 那什么叫椎体外系呢 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人能活动 除了有力量 还得有我们的一个周身的一个协调功能 和一个平衡功能 那我们的帕金森病影响的就是这种协调功能和平衡功能 所以这样的患者会表现为周身的积张力增高 那么因为这种积张力的增高 患者会呈现出来一个特殊的一个姿势 那么这样的患者一般是挤住前驱 然后中心前移 然后他的肘关节 西关节 他都是成一个曲曲的状态 所以给我们的感觉是他勾搂着 然后往前倾 那么这样就会导致他的重心是往前移的 那么当他起步的时候 他走路起步是很困难的 那么当他一旦走起来 他就表现为是这种小步的往前冲 往前倒动 那么倒动到一定程度 当他想要转弯或者是想要停止的时候 他又停不下来 刹车飞进 所以这样的患者就给人我们的一个感觉是小跑 跑着跑着可能最后冲出去 然后摔倒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他的一个慌张步态产生的一个原因 看来帕金森真是除了我们认知的这个头颤 手抖以外 像他走路这个走得急 甚至跑起来的这个感觉 也是密切相关的 甚至是大伙都觉得这个步态叫奔跑者 对吧 但是咱们也说了 不能说奔跑者步态就一定是帕金森 是吧 美国白宫关于拜登的这种步态 就给出了一个回答 说他很健康的 针对3月19号 美国总统拜登三联声事件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否定了之前的风吹论 表示拜登摔倒的真实原因 其实是空军一号的楼梯过于陡峭 普萨基还着重强调 尽管拜登如今已经有78岁的高龄 但完全不存在任何健康问题 当然我们说并不要说看到这种奔跑的这种慌张的步态就一定是帕金森病 那么除了帕金森病之外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也能够产生类似的步态 他们说风霸 风霸这个有可能吹得站不稳了 那么其实我们产生这种慌张步态的还有很多 只要能够影响到我们的椎体外系 能够产生我们的这种激张力的变化 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神经科还有很多其他的变性病 它也会累积或者产生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所以大家不要说碰到奔跑者 它就一定是帕金森病 如果您最近步态发生了变化 步子不大 但总往前抢 虽然不能断定就是帕金森 但也得多留个心眼 可如果您不仅走出了奔跑者的步态 还出现了刘先生的这些症状 那大概率是帕金森真的找上门了